說到這電視裡面 你常常會看到一些整人的節目 但有些整人節目 你看了又是會心一笑 但有些節目你看了 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是立剛 我們都知道 其實人類有一種 所謂的從重心理 就是如果大部分人 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其實有75%的人 會不由自主的 跟著一起做同樣的事情 真的嗎 我跟你講你不信嗎 最近中國大陸的綜藝節目 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實驗 你看這是在電梯裡 很奇怪 為什麼進來的每一個人 都在背著電梯 就是這樣怪怪的 那問題是 你看他在唸什麼唐詩 然後每個人在唸唐詩 對啊 那這個人就覺得很奇怪 大家要唸 那我要不要跟著也一起唸 所以你說中間這個大眼 記得是外面人 他是一個路人這樣過來你看 結果你看 所有人就這樣背對那個電梯 很奇怪 既然大家都背對 應該是有理由了吧 大媽進來也覺得怪怪的 那我也背對電梯 你看現在開始爆速 1 2 3 4 5 講這個大媽 好吧 那我6好了 那不然怎麼辦 大媽跟著爆速 對啊 不然怎麼辦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 所以我一定要跟著做 所以你知道 當別人你看 他在背航師 就是這樣 我也跟著一起背 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完全被嚇到 你不知道 是不是大家都這樣做 我也應該要這樣做呢 但我跟你講立高這樣還不誇張 接下來他們做的動作更誇張 因為接下來他們開始玩蘿蔔蹲 怎麼會蘿蔔蹲 真的蘿蔔蹲 那大家都這樣蹲 你都要輪流蹲 那每一個人都蹲 那我怎麼辦 我會不要蹲 所以快蹲 他真的蹲下去 那不然怎麼辦 大家都蹲 我不能不合群 這可能是有道理的 所以我知道跟著一起蹲 所以我跟你講立高 這真的有這種崇重心態 有的時候是蠻影響 我們的行為能力的 但我跟你講立高 我必須說 中國大陸這種整人節目 不算很厲害 整人節目的鼻祖是誰 是日本嘛 你說日本根本了不得了 日本的整人節目 才是真正沒有極限的 我跟你講 一個電梯一口 如果你走進去 反正什麼事 突然掉下去了 完全沒有任何預警 一走就直接這樣掉下去 你看那個臉扭曲得那樣 嚇得我快嚇死 我說真的 這個節目真的超危險 超恐怖 如果你有心臟病人 搞不好這樣一下 你就已經嚇死掉了 對啊 然後掉下去 完全沒有任何預警 整個臉上表情 下面是一個大溜滑梯 然後裡頭還有一大堆 那種黏液一樣的音 讓你潤滑直接這樣掉下來 那真的是我覺得 說真的 有一些人搞不好 那個大小便都忍不住 搞不好直接噴出來 因為真的會被嚇死 那實在是太恐怖了 我覺得他們做中整人節目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表情 那個真的完全不知道 這個臉都證明變形了 你都不知道 完蛋還藝術美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日本人在形容到底是什麼 我一點都不覺得這個藝術 你看他眼鏡還留在後面 那真的是被嚇到 真的是我看整個人滴滴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看整個臉扭曲得這樣 頭髮散落成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日本整個節目 真的是蠻恐怖的 但是問題是 我跟你講 他們不只這樣子 他們整個人都誇張很多 假設我去一個地方 這個精油店 對不對 然後我再放鬆一下 做一個精油SPA 然後這個SPA 這樣精油滴下來 這樣很舒服對不對 滴滴滴滴 滿舒服的 我就慢慢慢慢 我就想睡覺了 對不對 你知道在做這種東西 你看 船突然動了 他快變瘋狂了 一直轉 如果 如果 立剛如果是你一躺在場上 你會有什麼感覺 嚇死了 到底發生什麼天圓地霜 明明都已經快睡著了 突然之間開始睡了 是發生地震嗎 有這種旋轉式的地震嗎 你有看到的表情 你還在嚇著那個臉都 整個扭曲變移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莫名其妙 整個人就這樣 突然整個被拉了轉 你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說真的立剛 我覺得日本的整個節目 真的太惡質了 這個很多人真的是 但是如果你心結管疾病的話 你還真的會撐不住 會 對 當場會完蛋 但是我跟你講 立剛其實還有更惡劣 還有更惡劣的 如果你走在半路上 突然看到一大堆上百人 這樣對著你來 你會怎麼辦 不逃啊 當然逃啊 你突然這樣走到一半 突然看到一堆人 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你 你看他所有的這些全部衝過來 他們被嚇到 他突然發生什麼事 是要來尋仇嗎 我也沒得罪你 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突然這麼多人跑過來 就這樣 在那種宰巷子 你又沒地方跑 你突然看到這麼多人來 你會怎麼辦 你看這是一堆雙胞胎 突然看到這邊 怎麼這麼多人趕快回頭跑 趕快跑 你看他們兩個還不忘了兄弟 你看雙胞胎兄弟 不一定不一樣 他們跑來更快 可是跑到後來 根本不知道往哪跑 你看根本沒地方可以走 你看跑到這邊 他們已經完蛋了 連方向都在寫了 這個更慘 我跟你講 這個這一頭來了 一堆手上都拿武器 看起來就是那種江湖幫派 對不對 可是回頭 那邊也來一群人也是 真糗了 雙胞火拼了 我站在中間後怎麼辦 他現在本來想裝路人甲 就是我待在旁邊走沒事吧 基本上要走不了了 因為沒地方跑 這個宰相 雙胞胎衝突 你看他本來想說 但我沒看到 結果還被人家推到正中間去 完蛋了 他想這次我死定了 跑都跑不掉 這個幫派血兵 火兵仇殺 那我在捲在中間 我肯定要死了完蛋 他必死無疑 是啊 結果雙胞竟然撤退跑掉 彼此穿過去跑光了 然後我在中間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 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奇怪了 我到底是招誰惹誰 發生什麼事 說真的 我這樣膽子稍微小一點 恐怕當然下腳軟都跪在地上 你站都站不起來 但立光我必須說 這樣都還不是最恐怖 我跟你講 這一個就惡劣到極點 你看他們特地在富士山路 富士山 去搭了一個這樣的樣品屋 你知道做這麼大的工程 就是會嚇人 為什麼 他們把一個血腥 你知道 先一天先灌醉 然後就偷偷把它移到這個 旁邊來 然後突然之間就把它噴射出去 那是床樸 對 我跟你講 他噴到50公尺這麼高 然後整個人被嚇壞 你看他剛這樣醒了 發生什麼事 怎麼中間這樣 為什麼被噴到天多上來了 你看他完全不知所措 如果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不會嚇死 我說真的 我大概當場就已經發瘋了 因為你看 先看本來還在昏睡 就突然旁邊 怎麼開始燃燃燒了 開始煙火跑出來 然後整個床樸飛起來 整個床樸飛起來 我覺得真的 日本整個節目 當然他們的花樣非常非常多 你看這個男主角 真的會被嚇救命 到底發什麼事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可是說真的 他們也用了很多的心血 還在先把它固定好房子 你有沒有看到要準備工作 還特別做了一個樣品屋 還特別選在富士山路 就會讓大家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然後甚至還特別找人 來幫他按鈕 然後再發射 我覺得日本真的 雖然他們真的很有創意 然後也做了很多讓人家 我們觀眾可能看得很搞笑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是那個被診的人 我說真的 不要說笑 你當然連哭都哭不出來 創意真的是無限大 但是